還有一個陳曉玉 他很多看板 還有民進黨logo的情況之下 謝龍介過去這麼一段時間 國民黨並沒有將他栽培也好 或者是很好好的照顧也好 這是一個點 那慧琳哥講的其實很專業 因為畢竟他是因為市長部主委 必須來選這一區 不是他自己傳統的那一區 那是陳丁菲那一區 所以如果選上了這個補選以後 馬上年底要來 可是這樣子講 大家在講國民黨的這個縣市長 怎麼可以讓國民黨當的時候 會有一種想法 總統反正是蔡英文 市長給韓國瑜沒有關係 臺中市給盧秀沒有關係 市長現在是黃偉哲 總臺南要有一個立委是國民黨的 這個謝龍介很可能就是第一位 那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些傳統的這些想法跟看法的分析 在過去謝龍介是沒有機會贏的 但是現在整個情勢不一樣 這兩天其實開始會有很多的機構 做民調 可是看得出來從地方的內部 還有包含剛剛所講的所謂賭盤 大家對於這個情況的改變 是會有很大的期待 特別是因為補選 他投票率非常低 投票率非常低的情況之下 就是要打陸軍 所以民進黨當然也不是說 他一定就已經撤手 穩贏不是 而是說在幾乎不可能贏的 這個臺南二選區 我覺得我看這一次 以謝龍介這樣狀況 媒體的曝光有三子 而所謂的庶民領袖 再講一次 林嘉欣 還有這個文三伯去台撒馬虎 跟搶搶棍這種話 現場的人他們聽得懂 聽得下去 所以這些人如果到時候有去投票 那在這個補選當中的投票率不高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雖然這個是賴清德跟黃偉哲本命區 他們絕對不會放掉 但是越是不會放掉 高雄難道不是花嗎 十二年的大本營嗎 高雄也拿下來的 情勢會變 臺南市的市長 是民進黨的黃偉哲 立委讓謝龍介做有什麼不行 這個情勢正在改變 那剛剛惠文哥的預測是很難 因為我也覺得其實很難 可是我覺得我有一個feel 我覺得謝龍介會贏